好 来看到花莲市立幼儿园举办了中班的成果展 那么各个班级是透过的视讯和家长来分享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那么市长魏家贤是特别前往参加 并以视讯向家长来报告市幼的教学理念 花莲市立幼儿园在今天举办中班成果展 市长魏家贤特别到场为孩子们就要打气 我们知道疫情期间 其实对孩子的学习多少都会受了一些影响 那我们在这一次也是做了一个成果展的部分 要给父母亲能够了解孩子在这段时间学习的整个状况 那分别分为数学区 美术区 语言区 还有一些我们结构的一个建构的一个区域范围内 那我们希望让每一个孩子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强项跟弱项都能够分别都被呈现出来 未来能够在家长对孩子的教育的部分可以加强 或者是让孩子的天分可以更发挥出来 那我们更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快乐当中成长 也期盼疫情赶快去趋缓 让我们有更多的活动能够让孩子共同参与 让孩子上正常的课程 恢复正常的生活 未来孩子一定会更有成就 那我们期盼大家一起来努力 中班成果展首先是由各个班级透过视讯和家长 来分享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市长温家贤也以视讯向家长报告 室佑的教学理念 感谢家长们放心地把孩子交给室佑 市长表示在园长和老师们的用心之下 务必让每个小朋友都可以健康快乐地学习成长 而家长们看到市长出现在镜头前面也都感到很惊喜 纷纷向市长挥手致意 而市长也在镜头前和小朋友们与家长们的视讯框一起拍照 让孩子们留下在幼儿园学习的美好记忆 这里会欢迎视报道